我现在就在驾驶台 大家看我们驾驶台很宽 船有多宽,驾驶台就有多宽 我们船宽是48.6米 虽然驾驶台也是48.6米 它是全天候的驾驶台 所以那两边有操控台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也就是说任何的气候,刮风下雨 那么我们靠离码头的时候 都不会受到影响 那中间的这一部分 就是主的操控台 几乎所有航行相关的设备和仪器 都是在这里的 一个一个看吧 先看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舵机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船的舵机 现在都是这种数字化显示 有别于那种以前的 比较老型的舵机 那么实际上它是遥控的了 在这边的遥控 那个舵轮在旋转 遥控那个舵叶在旋转 在这边呢 还有电话方便联络 现在目前是处于自动舵 靠离码头的时候 你可以转换为手操舵 那么它的转换开关在这里 有很多网友朋友提问 就是说上面的这个是干什么的 潜放镜嘛 它不是潜放镜 它是磁螺晶的观察窗 毒气窗 我们看到里边 就能够看到磁螺晶的航向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向 看这个180这个航向是电螺晶的航向 那一般船上都备有两部电螺晶 左边一部 右边一部 这两部电螺晶 电螺晶也是拖螺螺晶 那么磁螺晶呢 作为这个 一种冗余的备份 如果电螺晶坏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走磁航向了 所以说这个测螺晶叉 是驾驶员呢 必做的一项工作 一般在大洋中航行啊 我们都是开自动舵 那么呢我们用一号系统 或者二号系统呢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一般进港的时候呢 我们用一号系统 因为这个一号系统啊 它连接着应急电源 所以呢进出港一定要用一号 那么在放大洋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换到二号 也可以继续使用一号 好先往这边 我们先从这个 左边的这个操控台开始说起来 这个是pilot door 就是银水门的那个边门 专门接银水的在侧边开了一个门 那这样的话呢 银水上下的都比较方便 这个呢就是它的控制台 也不是它的控制台 它的监控台啊 它的显示面板 这边有报警 这边有灯光 怎样怎样的 那它上面的这个 这个就是所有船上水密门的显示面板 那绿灯代表水密门是关闭的 红灯 那这个红灯亮了 代表这个门是开启的 所以呢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哪个水密门 现在是在开启 如果有需要需要关闭的话呢 就很直接的给我们一个指示 我们马上就能到位去关闭 那它旁边的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分 分遥控 分的一个遥控装置了 它是GMDSS这套设备的 中高频的 这两个呢就是C站的 两个预显的 这个警报按钮 GMDSS那套设备的是在后边 这边 这边是什么呢 这是Auto Tension 就是靠离码头的时候 缆绳带在码头上 可以用自动的来调整 那么设置为自动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开 这个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这个绿灯会是亮的 也就是说靠离码头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开或者关闭 这个设备 这可以通话的 我看它有写的 UHF 超高频 超高频的一个基站 我们用这个可以通话 可以 实际上它使用于我们船上内部的一个通话 目前啊 使用于船上内部的 比如说我除了用高频通话 我这个也可以介入 也可以用这个来 跟对讲机来通话 这边这个设备 就是VDR VDR就是船上的黑匣子 那么它的操作也非常简单 下边呢这个就ARS ARS就是 就是传播的自动识别系统 在这里 在这里 那这边就是 就是电子钟罗了 实际上它是 Fogbile and Gown System 就是电子的钟罗设备 我这个曾经 给大家介绍过 有一部影片 那一般来说呢 在雾中呢 是前中 后螺 前面敲钟 后边敲锣 打开之后 它就自动的啊 我们设在自动 它就可以 就是 抛锚的时候 抛锚的时候 它自动的 现在就已经在敲钟和敲锣了 这个就是GPS定位用的 关键的设备 这是第一号 GPS 那这一部就是 甚高频了 甚高频无线电话 VHF 它是短距离 近距离的通讯最重要设备 当然它可以有这个 70频道的信道 可以发送安全信息 以及预显信息 这个要求呢 每日也是都要测试 那它下边 下边的这个 那就是BNWAS 就是架势台 值班报警系统的 一个复卫按钮 好 再往这边走 这是我们的第三号雷达 那第三号雷达 实际上它是设置在船头 大围上 大家看船头那个大围上 那是有雷达的 雷达天线 一般的不需要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开启它 这是电子海图 第二号的电子海图 电子海图是 现代航海 现代航海 现代上船中 非常重要的设备 那么所有的海图图资 我们的这个航线 航行相关 几乎全在这个电子海图里面 当然我们有两部 两部电子海图 这一部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设为 slave 就是设为这个 跟从模式 那主的那一部呢 实际上是那边的 我们在那边设置 这边呢 跟着就会变化 那它的旁边 就是雷达 这是第一号雷达 s-band s-band s-band就是 10厘米的 那这边中间的这个 控制面板 那最右边这个 就是x-band 大家看 x-band 它是三厘米的 三厘米的雷达 这两个雷达是不一样的 那么那个第三号雷达 实际上是作为备用的 现在的科技呢 它已经达到了s-band的雷达 就是这个10厘米的雷达 是不需要更换磁控管 一般以前呢 都是大概一万个小时 就需要更换磁控管 那么现在的就不需要 但是那个x-band 那边 那边三厘米的雷达 还是要更换的 所以呢 这部雷达 就不需要更换磁控管 那我相信以后的科技呢 这个三厘米的雷达 也能达到 也能做到这一点 那中间的这个控制面板 一大堆设备 那这是两部电话呢 不多讲了 那这边 是 就是窗户的 有关窗户的刮雨器 控制面板在这边 大家看 我们每一扇窗户 不能说每一扇嘛 主要的窗户啊 都有这个雨刮器 雨刮器 那控制它 就是用在这里控制 开关打开 那么它就正在挂 我们赶快把它关掉 那这么大的驾驶台 周围全是玻璃 它的清洗是怎么清洗呢 然后讲到这里呢 跟大家演示一下 是如何清洗的 它这个就是窗户的放水阀 如果先把它关闭的话 水就流不出去 这时候就可以先灌起来 半水冷阀 然后这边有分冷热水 像这个是冷水 这个热水 它上面就热热的 这里就冷冷的 那我们一般开冷水就可以 开冷水就可以 开冷水就可以 喂 喂 喂 本队长你好 哦 我们加班也有用空气 没错 对加班也有使用 对对对没错 好谢谢拜拜 好我们这边 把全部都开好了 这边就算是电视法的开关 我们就直接开起来 它就会 它就会喷水 那以后的话 我们就变成 只要在这边操控 我们只要确定水管里面 注满水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边开货关 等于是 我们操控电视法就好了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那个法 是保持长开 保持开着 我们只要控制这边就好了 对啊 但是如果水管里面没有水 我们电视法打开的话 有可能会烧掉 因为没有水在冷却 哦 那还是说把它一直长开 就是长开 这样比较好 除非零下三五度以下 才需要去把它放掉 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像以往以往 还要在每次手动 找这边on and on 对 每次都跑到那边开一次 反而比较麻烦 其实这样就很方便 这样保持长开 应该也是安全的 就说注意一下 如果零下的温度 我们要一定注意把水放掉 三五度以下 零下三五度以下 注意把水放空 对 就跟以往一样 对对对 这样洗玻璃就会 这样洗玻璃就非常方便了 这个是有别于其他船的 F以后 对F以后 我记得以前其他船都是说 直接开那个阀 马上就有水出来 对 再去关那个阀 这个确实比较方便 有时候关不紧 可能默默在漏水 对对对对 所以它有这个电磁发控制 有这个阀控制 正常使用 如果我们把水放掉的话 就提醒人家是放水了 我们现在就不能用 那把它反过来 就是放水中 对 这个蛮合理的 对 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就把它反过来 就是等于随时可以用 随时可以用 水管都做满水 那就长开吧 好吧 保持长开 它旁边 这是Heated Class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是控制 凡是有这样的玻璃的 我们离近了去看一下 带这个的 大家看 它有这个黑黑的这个线路 下面也有 有一道线路 那它的作用就是加热 给这一块玻璃加热 这个是控制这样的玻璃加热用 那么这样的玻璃 我们有三块 中间一块 最左边 最左边朝前的一块 最右边朝前的也有一个 那这个呢 是控制这三个玻璃加热 好 再往旁边 这个呢 也是一个有别于老师传播的一个设备 这个东西呢 它在前面啊 设置了一个在这边可以操作的一套控制设备 那么我们把舵机 刚才的那个舵机 把这部舵机的控制开关转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在这边照样也可以操作 它又多了一个备份 它的作用 这个就是气敌的控制箱 控制面板 各种气敌啊 有自动的物敌 也有人工的都可以在这里边操控 再往下 这边我们传有两部前车 前车就是手侧推 我们是有两部的 这两部是可以合并在一起 也可以单独使用 那加在一起它的功率呢 是4000匹马力 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集合控制面板 这里边有航向 航线啊 有速度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显示监控 这边就是最主要的 这就是船舶的车中 车中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呢是 大家看 那位更生素是定速航行 那这边呢 有一个VHF也是升高频的 是一号 一号的升高频 无线电话 那它旁边的这个是 就控制这个数据监控的 操控大家 控制它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BAWAS 啊 BAWAS 在这里 驾驶台值班系统啊 值班报警系统 那这边呢 是车中的 打印的这个 打印箱吧 打印纸吧 那车中的打印呢 全部都在这里 要留存的 那这边最主要的 我们参考数据就是 主机启动的空气压力 主机启动的空气压力 在这里 我们要随时关注它 那这三个 就是舵机 那现在 因为不是进出港呢 我们只开两步 如果是进出港的时候呢 我们三步 全部都要开启 这边呢 就是舵机的 报警的面板吧 那边有故障啊 或者有警报的话呢 这边都能显示出来 那这个就是电子海图 就是MUST 第一步的那个电子海图 那这边也是它的这个 控制的旋钮 也可以直接用鼠标来操作 所以现在的电子海图啊 非常的方便 这是一部望远镜 这是船长用的 它写着船长用的望远镜 这个系统就是CCTV 就是录像监控系统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画面啊 每一个画面呢 我们都可以打开 用这个操纵杆来调整 调节角度 这个就是全船的录像接控系统 那这个就是摩尔斯灯的 控制按钮 这个呢是7D的控制按钮 那这边一样是 驾驶台值班系统的复位按钮 那这边有这个 甚高频无线电话的一个通话的 这个就是Public Address 公共广播系统 这是它只是它的一个分控制器 它的主机是在这里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它的主机 那它在各地呢 也都有分控制面板 就是我们做这种全船广播的时候呢 可以在有分控制面板的地方呢 就可以直接广播了 这个就是机舱警报的一个延伸面板 这个面板同样在各地也都有 那轮机员是跑不了的 无论在哪里都能收到机舱的警报 这边是几部电话的 那这个呢是采集外部声音的 这一个喇叭 把它打开之后呢可以采集外部的声音 那这边呢就是警报的按钮 比如说手动的 还有自动的 那自动的用于气船 气短异常用于气船 那么气船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按气短声 再按异常声 所以呢它这个设为自动 那其他的警报系统呢 全船的警报系统呢 我们用手动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也是全船各地也都有 它的名字叫ICMS 什么意思呢 就是集成控制和监控系统 在这里边呢 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操作 比如压载水的操作 这个无水井的操作等等 包括机舱主机 这边我们机舱 甲板 还有机舱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边呢 全部都进行操作 这三部就是双向无线电话 这个是公约要求BGO的 随时可以使用 还有备用的电池 那这边呢就是 烟雾报警和火警探讨 在这边 那这个呢就是应急停止的 这个按钮 还有消防泵啊 应急消防泵 GS泵 这些包裹的控制开关 谢谢 那整个的这个中间的控制面板 中间的这套仪器设备 基本给大家都讲过来了 我们往这边 大家看那边有个操纵台 绿色的操纵台 有很多朋友也问我这个 这个它位于右侧 左侧也一样 左侧有一个同样的 它就是一个分的操纵台 分过来的操纵台 因为我们是刚才讲全天候的 这个驾驶台嘛 靠离码头的时候呢 你比如人在中间操控 那要靠韩呢 距离太远 所以呢可以转到这边 那这边全部都有电话 VHF广播系统 这个全部都有 主机 就是车中 前车 舵机也在这边 舵机也在这边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分操纵台 我们可以实施 几乎所有的必备的操作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那这样呢 就对靠离码头来说呢 指挥起来就方便了很多了 那我们再看上边的这个 各种数据的显示盘 其实中间也一样 我们看中间 上边也有 各种数据的显示 实际上这种显示呢 它每一个啊 每一个这样的这个显示盘呢 都是定制的 费用又高 那么现在能不能说 把它整个的整合起来 全部用一种数字的形式显示呢 那这样的话又省钱 还有看起来呢 还有方便 所以我希望呢 这些东西呢 尽快能够升级一下 那么到了这里了 我们就看看这个 那这个就是 螺金花 就所谓的螺盘了 这是在中间的 这个分螺金 两边也有 两边都有 这边也有一部高频电话 在前边 这边呢 这个插座呢 是 ARS的接口 那么这个通常 饮水源都是要用的 接到它的设备上 它就可以从这里边呢 直接采集数据 有很多人在问这个圆圆的窗户 绿颜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曾经介绍过啊 再说一遍 这个是叫肯特窗 肯特窗 如果把它打开的话 它的控制 开关在这里 我们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呢 它外边的那个玻璃啊 就旋转 那高速旋转呢 就会把粘在上面的雨雪 或者一些脏东西 全部都给它摔走 那么它高速旋转之后呢 这个窗户就非常清晰 如果说有雨雪覆盖其他的 这个窗子不好瞭望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非常清晰的瞭望出去 这个是船上必备的 必备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船一共有四个这样的 那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这是暖气了 暖风了暖气了 这边有这个防火的探头 有这个中央空调的出风孔等等 还有这个VDR的这个VDR的麦克风等等 遍布驾驶台 好那前面这部分就是这样咯 另外呢驾驶台还有两部那边也有一部同样的独立的空调系统 如果我们中央空调挂掉了 那因为驾驶台的仪器比较多 这么多的仪器呢 都是高温的话呢 它就会容易受到损害 损伤 所以呢驾驶台设立了两部独立的空调 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温度 这边有一部 那边同样也有一部 这个就是我们的图书资料 图书资料呢全部都在这里 但是呢它一定会被电子化的 那么走到这边 这个电脑就是船长的Email电脑 收发邮件的电脑及办公电脑 这边的打印机啊 其他扫描仪等等办公设备也是一应俱全的 那它旁边的这个电脑 这个 这个是冷冻柜的一个监控啊 一个监控系统 当然无论你是怎样监控 我们实际的人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完路 那这个呢是跟前面的一样 是ICMS 就不多讲了 那它旁边的这个是非常先进的一套系统 我们看 它叫Smart Ship System Monitor 这个 它是智能传播的一套监控了 它现在呢也是世界的一个潮流 虽然它还要有待进步和改善 但是它的框架也就有了 那各类数据 关于传播的各类数据 包括机舱 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公司直接可以监控 所以呢这个系统是非常先进的 那再往这边 有制海图 虽然我们两部电子海图 已经满足了公约的要求 但是大的航商呢做法比较谨慎 还是保留了制海图 但是呢跟图书资料一样啊 早晚会被电子版的取代 再往这边 这个控制台 那这边呢就是Navitex了 那这个就是第二号的这个GPS 那这边呢是多普勒集成椅 我们看到这STW就是对水的 Speed to Water 那它旁边的这个是卫星的 卫星的一个集成椅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Speed of Ground 它是对地的 那再旁边这个就是Echo Thunder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Echo Thunder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Echo Thunder就是测身椅 那现在呢看到它都是数字化来显示 那当然现在水比较深 所以呢我们测就是最大是800米 所以呢测不到底 我们船这个测身也是最大800米 那现在都是数字化了 它不像以前都是用那种热明纸啊 用那种这个标尺来扫描的那种 不是那种的进步了 它前边在驾驶台的前边 我们要不就过去看一看 实际上它在这里也有一个显示的面板 那它这边因为水太深 所以它显示不出来呢 就用这样 如果水浅的话它可以显示 这边直接显示数据 再回来 这就是测身仪 那它旁边这个就是报房钟了 报房钟的旁边就是子母钟的母钟 在这里波钟我们路过每一个时区呢 到对应相应时区的时间 那这个钟一波 全船跟它连接的子钟都一起在动 那关于这个报房钟的红颜色 绿颜色我以前呢 这个有影片介绍过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下面这个也是GMDSS的一个设备 叫Foxmail 是气象传真机 虽然我们通过邮件 Email那个电脑可以收到电子版的 非常清晰的这个气象分析图 但是这个还是不可或缺的 那这个就是GMDSS中高频 还有两部 YMASA C C站 这个我也不多讲了 前的节目呢也曾经介绍过 这边就是茶水间 这边呢就是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只能把这个门关上之后呢 这个灯才是亮的 刚才那是洗手池 那这个呢肯定是洗这个拖把 这边就是浪巴巴的地方 这边就是浪巴巴的地方 这就是卫生间 我一开门灯就灭掉 那这个就是茶水间 对呢茶水间的旁边就是卫生间 冬跨院是茅房和厨房 西跨院是厨房和茅房 喝完了吃完了就去拉 非常的方便 这不是喝咖啡 这个是冷水机 它这个水啊实际上过来之后的水 可以直接饮用的 长容独有的一个东西 叫Pie Water 它经过好几组的紫外线过滤 一层一层的过滤 出来的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但是即使这样呢我们把水 我们把水放到这里 大家看再用它 再用它再过滤一遍 我们才饮用 那这个就是热水葫芦 这里边烧的水 就是经过N层过滤之后 我们才可以饮用的水 当然你也可以喝矿泉水 那是你的事 这个就是咖啡机 每天一杯喝咖啡 这边有零食等等 总之吧 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台 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船是2020年6月份下水的 所以我们驾驶台的设备 基本上也代表了目前商船 比较先进的设备 尤其是刚才的那个Smart Ship Smart Big Ship 大聪明船 这个智能的这个理念呢 已经逐渐被引用到 现代商船当中 对公司对船舶的监控 对各类操作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希望以后呢 能够在这方面的多多的发展吧 我们也能够多多的学习 事实上我是非常希望 我们国产的设备 还有我们国家独立研发的设备 能够得到各大航商的认可 这是我们的驾驶台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